我们看这个呢 刚才我们讲了 为什么饱和丸吃得多了 肚子疼呢 肯定是跟饱和丸的药物有关系 饱和丸的药物 哪一个药物有关系啊 我们先看这个里边的药物呢 分成这么三组 第一组我们看三渣神曲来福子 这些是什么 这些就是消食药 消食药这些有什么特点啊 我们说三渣消什么 善于消肉食之致 饱和丸吃多了 三渣又是军药用的比较多 胃难道不是肉做的吗 这就是吃多了肚子疼的原因 这个当然胃黏膜有它的保护屏障 总的来说酸性多了以后 整个胃都会很疼 太酸太辣太寒都会有 它这是个肚的问题 这种神曲哈 我们说消酒食之之致 消酒食之致致 那么这个里边来讲哈 这个是讲到我们说这种 讲他是神曲这里边呢 来福子能消古面之致 面食之致致 这个面食之致致呢 我们这个我们班上有很多北方来的同学 我以前从来我是山西人 我们山西人呢就是吃面食为主 吃面食为主的话 吃面食为主 曾经有像镜中 我们山西镜中那些地方 一天三顿都吃面条的都有 那么这种面食为主来讲 我从来不觉得吃面食会有机制 等我到成都上研究生的时候 到成都就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们北方呢 不管你是吃米饭 面条 馒头 炒各种菜 这些统称饭 中午饭晚饭 这些所有的能吃进肚子里 按饭子的统称为饭 那么来了成都上学的时候 第一个体会是什么 比如说当我端着一碗面条 在吃饭的时候 我的四川同学过来说 你怎么不吃饭啊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难道我吃这么大一碗面 不上饭呢 后来我待得久了以后 才知道在我们四川 饭是特子大米 饭是特子大米 所以上他问你为什么不吃饭 就是为什么不吃大米 你问他 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大米叫做饭呢 你再问这些四川同学 他们都会告诉你 吃面多了不好 吃面脏 吃面脏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面食的机制 那么为什么会 那个时候不是很体会 觉得为什么吃面要脏呢 这么多年在四川这个地方住了十多年过来以后 如果我要继续真的是每天吃两顿面食啊 原来在我们老家一天三顿都可以 现在四川连续两顿吃面食确实可能会有点脏 这种机制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整体的我们是这些气候有关系 所以上呢 可能我们说的米饭啊 等等这些等等 确实呢 但是呢 你发现没有 四川有个特点 我以前呢 首先我们考成都中央大学的研究生 是因为成都中央大学在全国的中医院校被称老师所 劳务所最早的培养了很多很多的民医民中药的人 但是呢 对成都的了解对四川的了解是90年刚上大学呢 那个时候刚刚有卫星电视 可以看到四川卫视 就发现那个时候四川卫视的广告呢 大部分都是卖猪饲料的广告 真的 各种什么饲料啊 各种就是什么这个饲料那个饲料 给我的感觉就是 当然那个时候也讲嘛 四川是全国的生猪 生猪生产大省 所以上后来有一次说四川的两个县 一个是武圣县 广安有个武圣县 一个是重庆那部的农长县 两个地方养猪都很多 不是有一首歌叫 有一个女歌手叫什么香香 就是有一首歌 猪你的鼻子有什么 这么粗的那首歌 那个时候说这两个县呢 这两个县呢 为了争他做代言人 因为都养猪 养猪比较多 觉得他的那个歌呢 非常为了真的他当这个养猪的代言人呢 还这个发生官司嘛 在媒体上发生很多很多争议 那么但是呢 来了以后我说这个是说什么呢 来了以后除了发现四川人吃面是比较少呢 他吃猪肉肉比较多 他们告诉你如果一两顿不吃肉 觉得浑身就没有力量 四川很多同学 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四川人 他们他们 我们四川同学都是这么告诉我 综合起来吃面他觉得炸 吃不吃猪肉他觉得饿 吃不饱 那么不耐饱 这些综合起来他都是由于地域的一个特点 地域的一个特点 所以上的我们说这种来讲都是由于地域 我相信具体的地域特点我们不管那么多 所以上我们这些刚才讲的上一节讲的去谈记 之前我们讲的去食剂 去食剂里有去湿热这些药物 你会注意到很多黄白啊 很多后谱啊这些去食药呢 他都是什么 四川的道地药材 四川道地药材 为什么这些道地药材 这些地方出的药材就去食热比较多了 为什么副子这些药 他就浆油 川北啊这些冷的地方就多呢 他能在冷的地方生长 他当然就温阳 能在湿热的地方 后谱啊黄白啊这些生长 他当然就能除食 清热造食 所以上的道地药材往往 他的生长跟他的环境气候也有关系 所以上呢我相信我们四川的朋友们说 同学们说大家吃的面会杖 这个呢也可以理解 所以上呢当然哈 所以上呢他就还有一些吃的著名的叫什么 萝卜烧牛肉啊 萝卜排骨啊等等 用的萝卜也比较多 就是因为呢可能消质些有关系哈 所以上我们说三家神区来福祉 这三个要来讲 一个针对肉食的居滞 一个针对的酒食的机制 一个针对骨面的机制 这些呢是这一组药物 消食药 这一组药我们说军药这个里边是三大 三大呢肉食都可以消 还有什么不能消的 当然具体呢也要看看呢 是什么机制可以灵活变化 比如我们后边有一个葛花解成汤 请酒的 可能那个里边神区就可以用 对不对 所以上这个要看这个药物呢 具体的呢消食为主 这个里边呢还有一种药 半下成皮敷林这种药 这是不是我们的二成汤啊 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看看 何谓植藕健体历史 它是针对什么 它是针对呢 机制禁锢产生以后 第一影响了气急的升降 出现了欧图沃尼这些 还有可能呢 转化为湿热 转化为湿以后有二成汤 转化为热以后呢 有连翘 连翘我们说它针对时机深热 这一点上 这是这个方式的 我们说宝盒丸的一个配物的特点 在这个宝盒丸里边 我们看这个变证要点里边 晚辅藏满舌苔后尼迈 华爱辅厌史 都是比较典型的 有时机化质的这种表现 时机比较重的 可以呢加紫石冰朗 如果还天热化热明显 黄秦啊这些等等 黄连如果便利 需要通福律师 用大华这些都可以 这是我们这个方式的 先加减 这个方式呢 属功伐之计哈 不宜久乎 免得我宣传说的肚子疼 我们看一个紫石导致丸 紫石导致丸这个特点呢 它也是由于实际的一个停滞 这个跟宝盒丸的区别在哪里呢 它还有实际 还有丸腐杖麻 这些实际的这种表现 但是呢 增加了一组表现 增加了一组什么表现呢 湿热的表现 可能是属于时间比较长了 饱饱完时时间比较短 进一步实际在里边呢 注食生热 注食生热 所以上面你看它的病机表现 实际加上湿热这一组 湿热这一组呢 有湿热比较积极重了 当然和引起腐气不通 比如说便秘啊这些表现 那么实际来讲呢 还有可能呢 下走肠肩 肠道的用化功能也跟不上来了 那么湿走肠肩 引起了瘦瘦 瘦瘦 这些已经来不及 按部就般的消化吸收了 转用了 出现了实际瘦瘦瘦瘦 但是呢总体上呢 还是一个黄 蛇胎呢 蛇黄 胎黄腻啊这些 它体现了这么一个湿热 在这个里边 在这个里边来讲 这个方子我们看一下 这个方子里边呢 极致 油 但是呢 很多都已经长化为湿热的一组 表现比较重了 那么这种湿热的表现里边 我们看看 用大黄指食 本身的解极致 对湿热 我们陈气堂为什么叫陈气堂啊 沉顺 腹气 腹气不通的这种 刚才不是说腹气不通 还可能有便秘啊 这些表现舌胎 皇后你是个实证 用大黄指食来消导 这里边呢 我们说有黄莲 黄勤 扶林 折弦的量呢 也不小 这是一组成药 成药里边 黄莲黄勤呢 又可以归为一类叫什么 清热 葬食药 刚才不是说了吗 四川的到底要是 穿黄莲对不对 清热造食对于 湿热居住的这种 转化为湿热了 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山楂什么 来福子这些的问题 已经到了长间了 有的 这是呢 用黄莲黄勤 清热力施 清热造食 这个呢 是一个特点 这里边呢 另外呢 我们说为什么会出现谢谢呢 湿热下足 长间 来不及转化 那么时候出现了这种 出现了谢谢力 如果力小变十大变 如果用福林哲学这些 顺史历史来讲呢 力小变十大变 也可以针对这些表现 这些表现 这里边呢 终究来讲呢 还有健脾驱失 考虑的那种 自本的这么一种 恢复脾胃的正常的用转功能 另外有神曲 转化为湿热来讲呢 比如说容易转化为湿热的原因很多 我们说比如说以酒食为土 酒食之土 好酒之土 喝酒喝到很多的地方以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久了以后呢 用神曲来讲呢 消酒食 助湿热的这种和食 另外呢 神曲实际上是指食导致丸 做文 做丸药 我们都知道一个负行剂 负行剂 把它做成丸药 我们说蜜丸 是用蜜来成了圆形形状的 神曲来讲呢 也是有粘性 那么他也可以做一个负行剂 这样的来考虑 这个里边哈 这个从临床变症来讲啊 他体现的是丸腐的脏 这只实际的表现 在家有湿热 有大便呢 蟹蟹或者是便秘 也可能呢 有胎黄膩 这样一组表现 这里边 我们看这个里边来讲啊 这个里边来讲呢 我们要讲看这个 看这个 健脾消食药 还有一组 健脾消食要这个健脾玩哈 这个呢 就是属于 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食鸡亭子呢 我们都说是因为吃多了 这个来讲没吃多 是健脾 是由于什么 脾虚是主要的矛盾 出现了一种食鸡 感觉上 自我感觉上 有完乎脾闷 但是呢 吃的并不多 所以上食少难消 吃的少也消化不了 它是由于脾虚以后呢 那运那无力 转化有问题 这个原因来产生的 这种脾虚呢 可能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 脾气虚的一种表现啊 比如大便比较 糖博啊 等等这些表现 但是呢 这次呢 吃的可能跟吃的什么 具体东西也有关系 量并不多 用化无力 当然 这种毕竟脾虚实际以后 是一种虚实夹杂的表现 虽然脾虚是主要的 但是有实际 实际可以化热 出现了一种 胎密的微黄 这样一种表现 那么在这个里边啊 这个方子里边 我们看它的药物构成的话呢 建脾丸里边呢 这个药物 首先这里边有一个 四菌子汤 四菌子汤加了三药 体现了什么 脾虚是主要的矛盾 那么我们 我们四菌子汤综合一 深足福林甘草比 我们来 我们这个一个小组 整齐的 整个一个团队来 整个补 建起来了 这是呢 军药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 是一个这种 是一种这个 是一种这个 四菌子汤 一补那么主 同时呢 虽然是食杀 但是还是难消 所以上呢 有三渣神曲麦芽 这些呢 消食的消食化提药 但是呢 整体上来讲呢 这些都是成药 用料没有军药的 没有四菌子汤用料大 所以上呢 这个方式来讲 整体上体现的还是 有补有消 有补有消 那么那么同时呢 补呢 容易产生呆滞 这个里边呢 有木箱杀人 陈皮 这些理器化石的药 理器化石形制 既有助于 理的理器的过程 也有助于补的 那么也有助于呢 消食的这样一个过程 消极的 肉豆扣 色肠子线 调整了脏腑的功能 这里边呢 黄年轻热造势 也可以事少难消 有可能 也可能有这个 实化的这些表现 那么在这个方式里边 我们看一下 整体上哈 四菌脏量比较大 所以上说这个团队 这个处方是以补为主 又配武了理器药 我们说他补而不治 避免呢 补了以后呢 弃制以后又产生了 这种症状更表重 同时呢 消了 消食呢 因为有补 所以上呢 消不伤症 总体上呢 是补重于消 总体上呢 是补重于消 这是我们这个方式呢 我们讲到的一个 一个特点 因为他的病急矛盾上 是匹虚为主 施虚为次 主方上呢 也是呢 补为主 消为次 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个 这个辩证要点上哈 我们这个辩证要点上呢 我们看看 这个里边呢 玩府匹门 舍少难消 主任的 卖虚弱 还是提示呢 匹若 匹味的虚弱 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矛盾 看这个葛花姐 沉汤 这个呢 是针对了 九级伤痞的这种表现 这种九级伤痞呢 我们看一下 酒呢 酒呢 是我们 也是我们 比较 比较 食物 这个这个有特色的一个 中国文化 有特色的一个隐私文化 一致于呢 我们都有酒文化 酒文化呢 其中呢 四川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我们穿酒的 中国有多少名酒啊 反正我们知道的大多数都在四川 所以说我们四川呢 今天早上起来 开车听收音机 还说六朵金花 穿酒的六朵金花 携手 什么共建 什么文化 核心就是涨价嘛 那么这里边呢 这个里边 这个里边呢 这个里边 这个涨价的根本的原因 还是因为有销量嘛 有市场嘛 我觉得酒涨价是可以的 但是酒涨价呢 关键的问题在于 税能不能收到国库里边去 因为为什么就可以涨价 第一 我觉得喝酒这些 总体上 现在这种 之所以要用到我们的 葛花这个解成汤了 整体上呢 是酒喝多了 就是都伤不起了 涨了价呢 寄希望于 有一部分人的少喝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 有些人呢 不会因为经济的原因 阻挡他喝酒的雄心壮志 那么所以上呢 我们这些呢 葛花节就 就成汤来讲 还是呢 有他的销量 但这种酒来 终究来讲 酿酒来要神仓 要消耗很多粮食 消耗很多粮食 这个里边呢 我们看这个方子里边 我们大家这个不是一个重点方 大家看这个方子的话呢 我们这种酒喝多了的 我们看书上讲到的这些表现 我们这种 雄丸体门舌扫 悬晕呕吐 舌扫体卷 大便谢谢 这种 这种来讲 是由于呢 嗜酒伤中 狮子脾胃为主的 这个 这个治疗的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来讲 首先呢 是以这个 葛花 我们中药里边强调 解酒的药物不多 葛花呢 是其中之一 葛花之所以说 它可以解酒呢 实际上呢 是取得它呢 它有轻轻发散 轻轻发散 葛根不是还解脊走表吗 那么轻轻发散 从这个酒说而去 那么这里边呢 有神曲杀人 豆客人 二龄哲泄 不是呢 律师盛世的 就是消失化级的 等等 那么这些来讲哈 这些来讲呢 都是呢 强调的呢 都是从一些 消消 前后风消啊 这些表现 人生白族干江 木香清疲成疲 那么这些里边呢 都是呢 针对了 这种产生的 这些呕吐 谢谢啊 玄人尸少啊 小便不利 这些呢 表现 这个我们说 这个药呢 效果 我们配武上 我们看 它实现一种 健脾和味 消失止泻的 这样一个功效 但是从真正的来讲哈 我们知道 酒里边是因为 它有酒精 有酒精 真正来讲呢 还是第一呢 空腹喝酒 我不喝酒 我不喝酒 我听他们说起来 首先呢 空腹就更容易 出现这些表现 其次呢 还是一个适量的问题 适量的问题 我曾经呢 碰到我们一个学中医的人 喝酒呢 开始我跟他 见面呢 听他讲喝酒的理论 他把中医理论 跟喝酒结合起来 哪些酒 什么酒是能够下到丹田 什么酒是到了中郊 什么酒呢 进的感觉呢 可以打通 类似于认毒二脉这些 我开始的体会呢 不是很深 后来呢 因为他喜欢酒呢 他有各种各样的酒 有些酒呢 确实比较名贵 你喝了以后呢 好像他说的有一些道理 好像他说的有一些道理 但是呢 这个来讲 我们还是认为 酒一定程度上 适量的饮酒 有益于健康 我们很多中医的 中程药的古法来讲 也以酒作为药饮子 但是呢 终究是有一个半途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度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思考题 这个里边呢 这个里边来讲 消失机和卸下机 都能至实机 如何区别应用 从来源上 从并级表现上 我们自己下来 能慢慢的总结一下 饱和王和指示王 都为消失机 两方的配物有何不同 如何区别应用呢 一个是实机 一个是实机 进一步发展的 出现了实机 部分实机转化为湿热 实机加上 湿热的一种症状 对不对 像治疗上的 针对湿热的这些药物呢 有导致 饱和王 健品王 都为消失机 配物有何不同 区别应用 那么都是呢 有实机 一个是绝对的吃多了 一个是脾虚呢 食少难消 所以说呢 从这个病级上 脾虚是主要的矛盾 这九级脂肪如何构实啊 这九级脂肪 久为湿热之品 如何率实啊 我觉得 大家可以想一下 从消失制的新药研究 金脂肪举例 这个 以前呢 我看过有人 申报一个新药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减肥药 但是我看到一个 算我们师兄吧 他报的一个药物是 增肥药 增肥药 针对很多人呢 无论怎么都胖不了的这种 我觉得这些对于多数来讲呢 我也跟他谈了 我说我觉得这个销六有问题 你说你说自这个消失剂 真正来讲 当然现在的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所有大鼠便便的人 肥胖的人呢 终究还是身体比较好 当然我们不能随便说别人肥胖 我们应该说腹态 但是呢 终究来讲相对是比什么 失少能量的一个生活 吃的多 用的比较少 实际上呢 关键现在多数都喜欢用动锻炼 用动锻炼 但是呢 用动锻炼又有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你说用动锻炼 锻炼好还是不好 你说好吧 户外锻炼 空气又不过关 你这个用动量大了 糊进去 前两天又是测什么 PM2.5了 你们知道什么叫PM2.5 好像大意思说 大意思说 2.5以下的什么 这个 2.5我也不知道 人家计量单位是什么 反正是环保局 国家方面 这个是最容易进入费 影响的 大的成立还不一定 测这个指标 最能说明空气质量问题 所以上呢 我们的生活 保护我们环境的 这些机构的检测水平也在提高 那么我们作为我们来讲呢 能够把我们的药物的标准提高 也是做我们的贡献 那么我们这个班是中药学专业 对不对 我们这个教材呢 也是我们贾博老师 贾博老师是我们系主任 方济系主任 李济老师 也是我们全国的著名的方济专家 黑龙江的副校长 是我们方济界的首席科学家 那么他们编这本书的本意来讲 是针对我们非医学类的人才 你们不是学临床的 如果每天重点在加减 重点在辩证方面 你们基础呢 不是这方面 你们的兴趣也不在这方面 少量的同学 我们方济界是这两个老师呢 是学中药的 学药理的 因为喜欢临床 后来呢 考上基础的方济的研究生 还考了医师日 做了医生 临床水平也比较高 但我们还有很多人 绝大多数来讲呢 是要做中药产业的 中药有什么产业啊 不外乎就是种植 从种植开始 对不对 GAP 从研究开始 那么GLP GCP 研究新药 从一直到生产 叫GMP 这是我们国家的 一整套的这么一个 关于药物中药生产 药物生产的一整套流程 我英语不行 这个里边呢 G什么P呢 G是Good P是那个英语的 什么规范的那个单词 中间呢 MCL这些分别都是代表 研究生产 这些 动物实验 这地方呢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 因为大家多数人是要 是要搞这个中药新药的 研制与生产 那么我们这么多年 我自己呢 有一些体会 这些体会不一定是我个人的 是我听了别人的一些讲座 是我在别的地方学习以后的一些体会 我觉得有关我们 中药新药研究和发展的几点呢 可以跟我们 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呢 十五分钟的时间 来跟大家呢 沟通一下 首先我们说 我们为什么想跟大家沟通这一点 那么中药新药 我们在这个课本里边 后边都有很多讲到 如果研究什么是新药 应该配什么 应该弄什么 应该呢 研制方举了很多方子 但是这些方子 是不是一定就是最好的方子 一定是不是就是疗效确切的方子 不一定 那么如果是只是我们书上说的 这么简单的 就能研究很多方子 我们说 还有什么方子 值得大家去研究呢 古书古人几千年来 提炼出来的方子 方记 大词典我们也说过 都已经有很多方子了 有什么新方子需要你来创制呢 有什么新方子需要你来创制呢 我们大家将来做这个行业 都要思考这个问题 你可能将来最终呢 不一定就是科学家 但是呢 终究我们说 一群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把很多东西想清楚了 你曾经到五楼的这个高度看过 当你回到二楼来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思路更清晰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希望把一些思考的东西 今天沟通的话 十来分钟沟通给大家的原因 这个来讲呢 更多的是我们看琢磨一下我们以后的一些东西 听不懂也没关系 因为你们只是本科生 但是呢 你们中间有一部分呢 需要进一步要发展 哪怕你直接去到生产企业去都需要考虑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大家即将从事毕业以后从事的这个行业中药的行业 最大的问题是面业的挑战 是来自于产业化的挑战 这个怎么理解 我们知道我们中医的特色 中医药的特色是以汤药为主 汤药为主 中层药只占一小部分 大部分是汤药 我们这本课本里边也是这个汤那个汤 偶尔也有这个闪那个丸 但是呢 中层药的都是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中层药 只代表我们中药的浩瀚的方济大词典里边的一部分 不能代表我们中药的全部 那么我们今天方济里边讲的配物理论 包括你们中基诊断学过的中药学的很多理论 这些理论是在汤济的发展过程中 建立在汤济的基础上 就汤药里边熬的过程中总结出来这个药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废于大肠香表里 等等这些总结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中医理论来源于汤济 汤济呢 又是在中医的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前文 我们面临产业化挑战的时候出来的 那而中层药呢 我们说中层药很少 往往是用于缓除 急用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药物性质不容易 比如说 你用安宫牛横丸这些 急救的时候 你说我现在开安宫牛横丸去熬吧 肯定不行 对不对 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这青开磷注射液了 这个时候呢就用完药 准备好随时往里灌 古人也有胃管对不对 这个 比如说六味地环丸这些患度 刚才是急用 缓用的六味地环丸长期服用 老熬汤剂也不方便 老熬汤剂也 也不方便 这个时候呢 有些药物有性质 比如说不能入汤剂啊 不能用散剂啊 这些都有可能 这就是我们的 而我们现在为什么说面临一个产业化的挑战呢 我们看 现在 由于很多要汤药的不方便 导致很多人选择中层药 由于我们国内研究西药的整体力量不行呢 我们国内的很多制药企业呢 已经半数以上都是研究中药的生产中药的 那么大家从市场的角度从群众的角度都需要中层药 现在我们面临的现状就是 技术比较多 给药途径复杂多样 工艺 一会儿又是水滴存层 纯体水层 一会儿又是滴碗软胶囊 风解风扇片 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全都出来了 这个呢 核心就是说 中层药已经不是原来什么同仁堂一个小作坊里生产出来的 前电后厂 都是工业化的大生产 很多药物呢都已经不是我们说现在有些产业生产的六位地皇浓缩碗 都不是说我们把六位地皇这六个药三药福林单子什么单皮这些拿来磨成粉末做成完药都不是了 第一比如说境外我们台湾同学香港同学告诉我他们那边熬中药就不是这样都用科学中药一定是这些中药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福林已经是加根过把里边的柔子啊纤维化的东西都已经去掉了 所以上呢往往呢他的剂量跟我们一般中药学的剂量都不一样 专门一个指导原则 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你在想 以前比如说我们以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很多中药型药 你要研究一个药比如说你的葛花解成糖你想把它做成胶纳 就是把那么多药材买来磨成粉末灌到酱哪里就行了灌到酱哪里就行了这个就是这个叫全打粉入药 现在都不允许了必须经过提取以后呢靠这种汤液干燥物化以后再来浓缩 这就是我们的限制 中程药来讲的已经工业生产以后的大规模的应用大规模的用药 把我们以汤药为主的这个空间的挤压越来越小 这个工作是你们的之所以造成首先是时代发展所致 其次是由你们的学弟学姐你们的师长们毕业了这么多人 他们的特长就是做中程药对不对 做中程药这些来的 这个来讲那么他带来对我们的重大的考验就是 我们中医中程药用药问题 以前是中程药一定是固定厨房 怎么体现随证加减 中程药一出来就是一个庞大的固定人群算好了 用于分寒感冒正见什么什么表现的人 这些人 一穷人 不管四川的人要吃这个抗病毒颗粒 湖北的人也吃这个抗病毒颗粒 那么怎么体现因人因食因地之一啊 三因之一啊 更不要说我们还说 刚才我们说的提取加工过的 提取加工过的还是不是原来的中药理论 比如说挥发油你说货香 正气口服液跟货香正气水 不同的提取过来成分有没有遗漏啊 等等这些 如何体现辩证论质 这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剂量度固定 怎么体现个体化 如何能体现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我们在很多忠诚都说自己有效 有效 以前的人写一案 陈忠灵可以说他用了半下白醋 添麻汤 很多古人说他自己用的药都是 孝若福古 很明确 但是呢 也许他治了十个人之余 一个是孝若福古 那么最终如何评价 这个我们必须接受现代语学的很多 双盲啊 多中心这样的考察 你说你这个这个药能够醒酒 刚才我们讲了 各化解成他 能醒酒 那就不是说某某人喝了这个瘾 是要双盲 随机选一些人 多中心不同单位的不同医疗 就跟人来观察这个了 才有没有疗效 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特别是现代疾病 比如说我们说 天津的单身地丸 要到美国去做研究 首先你得跟别人确诊 你是治疗关心病心脚痛 这个病你要遵守 遵守这个病你才可能拿到国外去 就在我们国内 你要靠真正的中医开汤记 但是呢 很多中神要是西医再开 他们往直开 都要有西医的疾病啊等等 要有疗程啊固定的和病例纳入标准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所以上呢 这些毛根条呢 就告诉我们 我们你们将来从事的中药型药 已经不是我们老古人的这个中成药的这个模式了 我们要面临的呢是工业化生产大规模应用的这样一个现实 特别是我们的中医理论 我们的方机学配物理论 对你们这些新工艺提取有效部位出来的 是不是还适合使用 这些都要打一个问号 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探讨 值得我们去探讨 那么比如说 我们的中药新药 刚才我们说的 安宫牛华丸那会儿有 但是呢 在他的基础上 后人研究有清开磷注射液 这里边如何区别 所以上呢 混乱的时候 我们国家有一些中药注射液呢 有的是中药皮种的话 有的是西药皮种的话 都有区别 那么这里边呢 它的合理性 理论的支持都需要考虑 特别是我们 今天我们讲的区谈 就是很多 大家看到了 后边都是OTC荣药 OTC是什么意思啊 非厨房又要缩写 好像是over the counter 是不是 是摆在柜台上面的样 都可以这样来 这样来随便来使用 那么在这里边来讲 这个里边来讲呢 那么老百姓如何使用这些 抗病毒颗粒卖得非常好 那是因为大家觉得 它就是个中层药 它就是好像就是 新良节表药为主的 但是呢 大家都觉得 正能抗病毒 它是在那个时候 可以叫抗病毒中药 你现在照搬它的房子 改一下 研究一个类似的药 你想叫抗病毒中药 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 这是说 说什么 特别的 特殊时期 那个时候 现在用名字 不规范 以前有一个著名的香烟 叫中华烟 现在你说 你想研究一个香烟 叫中华 对人体健康不好的 那国家就不会批准 所以上的抗病毒颗粒 这些都已经成了 历史 以后从名字命名上 我们都强调是军药 加上主要病症 适应范围 说明书里 还要说清楚 它的 常见辩证要点 都是这样一个特点 都是呢 根据的适应呢 特别是我们说 我认为呢 我们的理路基础 我们的理论基础 中医理论 我们方机学配物理论 是不是合适 需要呢 我们做多的一些探讨 需要做多的一些探讨 比如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 不要跟别人比一些疗效的 比如是肿瘤 西医的放疗手术 可以说肿瘤的体积来衡量 我们是不是不用这种来衡量 我们靠生存质量 我们靠量表 我们总体讲的有量表 同样是可能你吃了安眠药 那么可能你九点吃 十点九点半就睡着了 可能吃了我的中药的 这些安神药来讲 九点吃了 十一点还睡不着 但是呢 你比我多睡了两个小时 你早上起来 因为是吃了药的 很多吃了安眠药的人 都感觉时间虽然睡过了 头还是分绰绰的 有可能呢 吃了我们中药这些 我在提高睡眠质量上 那么这些如何来评定 我们加一个分 通过早上起来 不仅仅是睡眠时间 我还有早上起来的各种感觉啊 认知能力啊 生活质量 这个有量表 我们同学们下来 可以自己这样来提高 比如说体现我们的生存质量 还有比如说冠心病 现在赵本山演过一个小品 支架支架 就是别人给他动不动 就说搭支架 中央电视台也有节目 就说西医比如知道 冠心病行脚动 所以你冠状动漫狭窄 给你搭个条 做个支架 但是呢 我看过一个研究说 搭了支架的人呢 宽了不等于血液 就该到了通畅 表面上开通站了 但是呢 生活质量生存时间 就不一定提高 这些如果用忠诚要活血化 有的这些药呢 类似于学府主义堂这些 它可能在生存质量上有好处 那么我们首先就在疗效指标上 就要呢 有创新 还有呢 就是病症结合的模型上 我们说既然要强调了跟病症的这种统一 强调了对这个西医的病的这样来的治疗 那么有病就有症 以病统症 以我们是说某一个疾病我们把它封成症号 这是一种探讨的方式 在疗效研究的时候 以症统病 某一症候下有不同的病 这实际上 以病统症 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我们终于说的 异病同质 同病意志 因为同一病不同的症型 那么以症统病 某一症候下 不同的病都可以见到 殷虚照热啊 见到这个气急 下交气化实施啊 中交实质啊 等等都可以有不同的 实际上 比如说脂肪肝 比如说脂肪瘤啊 都可以有不同的表现 当然 这些东西呢 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 做很多的探讨 很多的探讨 但是呢 包括这次我刚才说的量表 我们新药研究的很多量表的存在 还有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在生活中 中药西药 共用的情况很多 比如说全国的基层医院 我们的父辈这一代 都知道发烧呢 感冒发烧要打 柴虎 胺痛病 注射液 一个中药 一个西药 两个配起来可以配 是进入药物配物表的 我们到医院里看护士的那个配物方法上都进入表的 他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两种不同的东西 我们经常说 我们现在社会上特别讨厌一种说什么 汉字里边加的英语单词的人 说你这个爱德不错 我们说这个人的上海人叫杨金邦 假洋鬼子 我们这里边 但是呢 这些来讲 我们那么这个了 我们当然人家这样家有很多原因 首先来讲 有些人是显示自己的英文水平 有些人是确实在国外生活长大 待久了以后 突然这个单词 中文单词冒不出来 要想一下 但是来讲呢 这个在我们中药习药配物来讲呢 这是两个理论 他可以反应过来 懂英语的人也可以理解 对我们多数人作为一个医疗上的用药来讲 中药习药怎么配 就需要理论深入系统的研究 现在很多报道 比如说抗生素是苦寒的 是不是真的就是苦寒的 好像是 我也感觉有道理 我们抗生素很多次用了以后呢 用它的表现确实也是跟我们的阵型 舌脉都是辨别的 但是呢 肯定不能画等号 实际生活中我们都存在 但是呢 这些问题呢 我们中药新药的配物呢 没有系统的研究 需要我们大家 以后呢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探讨 但是核心来讲 这两个呢 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理论体系 总而言之 我们说 我们现在面临的中程药 你们前面毕业了那么多 那么多搞中药新药工程药的人 但是呢 很多任务 像他们 媒体国家药检局的领导人 都说我们现在的中药新药研究是什么 低水平重复 低水平的原因呢 很多 那么 能不能解决这个低水平的问题 就指望我们在座的同学以后去努力 能不能够解决问题 首先是要面临的正式 我们现在是工业化产业化的这个问题 从指导理论 从我们疗效的评价 都需要呢 做一些探讨 都需要做一些探讨 我们以后呢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在这方面做我们的贡献 好下课